女友用小号在某呼提问 肚子里来过小天使 婚俭能查出来吗 我傻了 我们每次都会做安全措施 绝对没中过招 问题是几天前提的 事后马上吃了药 可还是有了 不过一个多月的时候就立刻做了药流 到现在差不多小半年了 这种情况婚俭能查出来吗 下面已经有了上百条回答 调侃的 讽刺的 辱骂的 也有人认真答题 婚俭是为了检查身体各项指标是否正常 是否存在遗传病史 你说的这个一般是不会查的 女友只给这条回答刘未言 那我就放心了 我如遭雷击 我跟女友在一起四五年 双方家长都催促着早点结婚 于是上周我就提出两个人先去做个婚检 女友有些迟疑 啊 这个也不是一定要做吧 当时我并没发觉她的异样 婚检是免费的 而且按照规定 做了婚检以后 婚假就能多几天 你不是想出过冬蜜月吗 咱们时间充足一点 完了也尽兴吗 卫生间里传来水声 此刻女友正在里头洗澡 她到底是什么时候 背着我做这些事的 我死死盯着手机 注意到了刚刚被我遗漏的信息 小半年 想起来了 女友在本地一所艺术院校读研 半年前 他们学校安排了研学项目 她去外地待了一个多月 所以 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是吗 我咬着牙 怒火一下就上来了 恰好此刻卫生间的门打开 我赶紧把手机画面切换 女友穿着薄薄的睡衣出来 撒娇让我抱她 脑子里面不由自主浮现出 她在别的男人身下的样子 他们甚至没有带 不宜有她 自己上床背对着我睡了 我生起了笑容 那天晚上 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早晨 我趁女友化妆的时候 偷偷把她的平板 从她包里拿了出来 她走的时候没注意 拎起包就出了门 女友的微信 在平板里同步登录 我在她微信列表翻了好几遍 是男的就点进去看一看 但是聊天记录都很正常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 直到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女友微信来了条新消息 威威 午饭吃了吧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乔老师 现在吗 对 现在 马上 直到这里 我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是下一秒 两个人的对话 让我浑身血液都冲到了头顶 昨天中午 不是才去过您办公室吗 你每天打扮得那么漂亮 在我面前晃 让我怎么办 别怕 我算过 你这几天都是安全期 好吧 我马上来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女友 跟她的导师 一个大了她30岁的 老男人啊卧槽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 从头开始翻看 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女友没有把聊天记录删干净 你男朋友 今天不会 又突然打电话来吧 不会的 我今天跟她说了晚点回去 乔老师 我那个这个月还没来 我有点担心 没事 先买个试纸测测 真有了 我给你安排 咱们去外地的医院 女友跟她导师是这么说我的 对我不错 也挺舍得给我花钱的 但是我长得这么漂亮 她舔我那也是应该的呀 在一起太久了 没激情了 而那个老男人 说起我的时候 语气很亲密 一个毛头小子 除了能给你寡淡无味的婚姻 一滴鸡毛的生活 还能给你什么 她懂艺术吗 她懂女人吗 她懂你吗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我可舍不得让你给一个屌丝做饭生孩子 最后变成一个俗不肯奈的黄脸婆 嘻嘻 乔老师 那你跟家里那个老女人离了呗 你敢离婚 我就分手 乖 别闹 我们就这样挺好的 看完后 我四肢冰凉 如坠冰枯 每句话每个字 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 打死我也想不到 相恋快五年的女友 竟然骗了我这么久 再想到某户上的那个帖子 我就气得发抖 神他妈来过小天使 女友导师叫乔明成 我见过两三次 五十多岁的人 单从外表看 身姿挺拔 清秀儒雅 的确不是什么糟老头子 听说乔明成跟妻子很恩爱 他们还有两个女儿 我曾经看过他的个人履历 老毕灯的确有点东西 国内国外获得过不少奖项 在行业内声望挺高 家庭美满 事业有成 学生爱戴 一观禽兽说的就是他这种人吧 妈的 不揭穿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 让他身败名裂 老子绝不善罢甘休 女友平时晚上七八点才回家 可今天早早就回来了 一回来就问我有没有看到他的平板 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跟他一起找 最后在换鞋凳下面找到了平板 女友一把从我手里抽走 在家就好 我还以为丢外头了呢 然后他就带着平板进入卧室 我冷冷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这么着急回来 他就是想赶紧删掉 他那个老逼登的聊天记录吗 从卧室出来后 女友整个人肉眼可见的放松许多 买上乔明诚居然给女友来了电话 女友当着我的面 大大方方接通 乔老师我在家呢 怎么了 没事我不累 好的那明天早晨到了学校 我就去您办公室找您 女友挂了电话 很自然地跟我说 今天帮导师整理资料 忙了一下午 他还让我明天继续帮他整理呢 哎 硕士生就是给导师干活的命 紧接着女友开始使唤我 老公 我当着老师的面不好说 其实我胳膊酸腿疼膝盖疼 你快来帮我揉揉 我差点没忍住破口大骂 为什么逃 怎么有脸使唤我的 我揉你大眼 我借口要拉屎 躲进了卫生间 如果是以前 我会对女友的话深信不疑 可现在我明白了 这两人是当着我的面 故意找刺激玩呢 好好好 爱玩是吧 老子跟你们奉陪到底 我过了个人 跟了乔明诚一段时间 结果让我发现了 这老毕灯还有一个秘密 连女友都不知道的秘密 乔明诚在外头 居然还养了一个情妇 他给情妇在一个高档小区 租了个三室 一有时间就开车 去情妇家里私会 而那个情妇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背着老毕灯 跟小区健身房 撕脚关系暧昧 好家伙 这复杂的多角关系 让我一愣一愣的 以老毕灯为起点出发 特么的串起了多少人 想到女友 想到我也是 其中一条线上的大冤种 我脸色难看起来 心里对这对不知廉耻的男女 恨疑更上一层楼 我把各种证据都收集起来 又费了点劲 把他们所有人的 联系方式拿到 没几天 女友特别开心的跟我说 他要去外地 参加一个大师的美术展览 我说那我陪你去 女友立刻说不要 跟我解释说 这是学校安排的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其他同学 我跟着一起不方便 我心里冷笑 狗屁其他同学 不就是跟乔明成 那个老灯一起吗 他以为我不知道 他行李箱里 还装了几件情趣内衣呢 他们出发的前一天 我用早就准备好的新手机号 给乔明成老婆 发了几条短信 老女人 你懂明成吗 你只会让他感到窒息 他只有在我这里 才有真正的快乐 你应该感谢我 是我让他的生活变得精彩 你过生日 他送你的礼物 都是我不要的哦 原配大姐 对不起了 但是我也是帮你认清 你老公的真面目 否则每天被传染得病了 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第二天 拖着行李箱 兴冲冲出门的女友 两个小时候又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脸很臭 我假装惊讶地问他 怎么又回来了 他没好气 别提了 反正不去了 说吧 他就回卧室躺着了 我偷了 看来我昨晚的计策 很成功吗 那些挑拨离间的短信 足以让乔明成家里 鸡飞狗跳了 乔明成老丈人不是一般人 当初他能进高校 也是多亏了老丈人的人脉 所以我猜测 这老毕灯这么多年 被老婆和他娘家人 一直压着 积攒了不少窝囊气 现在功成凝救之后 就要各种犯件 来给自己狠狠补偿 奉劝各位白富美们 结婚就找门当户对的 千万别轻易扶贫 容易扶出个白眼狼 我这么一搅和 女友跟老毕灯 安分手挤了一段时间 每天回家时间都变早了 我有一次 偷看到女友 对着老毕灯发疯 老师 你干嘛要怕她 她难道不知道 自己又老又丑又无趣吗 怎么好意思管着你的 我真想当面问问她 是原配就了不起啊 喝推 你自己都不知道 是小四还是小五 就对着人家正式叫嚣 轮得到你吗 周六早上七点半 女友爸妈的电话来了 让我快点去车站接人 自从我买了房 他们一大家子的开销 过去我看在女友的面子上 每次都忍了 现在我只想说 去你大爷的 但是 还不到撕破脸的时候 到车站后 一大家子熟练上我的车 他爸忽然道 小周啊 每次都给你开车来接我们 实在太麻烦你了 我挑眉 真新鲜 还是第一次听到 女友他爸跟我客套上了 他爸继续道 天余也准备买一辆车 以后我们来市里 自己开车就行了 他说的是女友他哥 女友他哥没上过大学 又好吃懒做 娶了媳妇生了娃 还得靠父母补贴 现在竟然有钱买车 不过他们爱买啥买啥 哥以前我可能还会多问几句 现在关我屁事 那挺好啊 女友他哥接话 车子已经看好了 定金我的付了 小米Max创始版 其实我本来只是无意中点了完完 可没想到定金不给退 真腾黑啊 不过我后来一想 买了也不是不行 有车出门就方便多了 我 原来是装逼翻车了 女友他妈开口 现在我们手头还差点钱 小周 你就帮帮你哥呗 怪不得今天对我态度不一样了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还差多少 25万吧 妈的 这车一共就29万 你说你们差25万 我心里翻了几个白眼 嘴上却说 阿姨 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借钱的都是小事 但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全在股市里套着呢 他爸不死心 你这个理想 现在至少还能卖个三十七八万吧 你把这车一卖 不就有现钱了 然后你再换个便宜的轿车也能开 哈 把我的车卖了 支持你儿子买车 这艘主意 他是真好意思提 我一个大写的福 叔叔 你让我考虑考虑 女友还不高兴了 与其中带上几分埋怨 咱俩都要结婚了 我哥找你帮忙就帮一下怎么了 我又差点忍不住骂他 住着我的房 花着我的钱 绿了我这么久 现在竟然还有脸来逼我 给他那个猴年马月 都还不起钱的哥哥买车 他徐薇薇 难道是相赚了 女友他妈阴阳怪气的 小周啊 说起结婚 咱们两家是不是该找个日子 商量下彩莉阿三基拉这些事了 我先跟你透个底 我们那里周围娶媳妇嫁女儿的 彩莉没有低于15万的 我女儿长得好看 学历高 这些我就不说了 她从小学艺术 学艺术你知道吧 那可投入不少钱呢 你听听 你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合着我跟她女儿结婚 我是把人下半辈子买断了 前20年她家给花的钱 都给我来承担 幸好现在老子已经不准备 跟徐薇薇结婚了 不然岂不是得气个半死 我薇薇一笑 阿姨 你放心 我跟薇薇这么多年的感情 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结婚的方方面面 肯定不让你们失望 我早就跟我爸妈商量过了 彩礼50万 再给薇薇买套学区房 后排一阵抽气声 副驾驶的女友猛地抬头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女友她爸话多数不利索了 多多少 女友她哥难难道 50万 还有一套学区房 我接着道 我爸妈喜欢薇薇 说薇薇这样纯洁又乖巧的女孩子 现在这么多了 让我好好珍惜 我要娶薇 就得拿出诚意 女友她妈一阵尖锐报名 跟开水壶成精了一样 我继续给这家人画饼 天宇哥买车也不用担心 我有份定期理财月底到期 到时候取出来帮天宇哥 我不要利息 也不用着急还 女友全家大喜 一时间 车里欢声笑语不断 几个人快到夸上了天 小泽呀 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靠谱的好孩子 把薇薇交给你 我们就放心了 妹夫 还是你有本事 以后哥还有什么事就靠你了 女友看我的眼神瞬间柔情似水 女友她妈已经迫不及待 给亲戚们发微信炫耀了 我跟着他们笑 美梦做得越大 破碎的时候才越让人刻骨铭心呀 到家后 我说昨晚没睡好 还是困 女友一家子一反常态 立刻跟我说没睡好就去休息 他们自己出去打车玩就行了 周天晚上 郭造的一家子终于走了 女友洗了澡出来 穿着本来要穿给乔明成的内衣 一场热情的往我怀里钻 老公 咱们都好几天没有 啪 我忽然一巴掌就扇在她脸上 女友粗不及防 重重摔下床 她吃痛大叫 随即难以置信地扬起脸 要知道 自从我俩好上 我几乎连重话都舍不得对她说 更别说动手了 女友无辜被打 又猛逼又生气 我在她发疯之前率先发飙 徐薇薇 你他妈什么意思 背着我勾搭男人是不是 听到我的质问后 眼看就要发目的她 眼神瞬间心虚了几秒 但她还是嘴硬 你说什么呢 什么勾搭男人 我把她手机微信打开 指着一个我随便找的一星账号 谢斯蒂里大喊起来 那是我师弟 你睁大你的狗眼 看看我们说的哪句话有问题 她边喊边哭 你打我 你居然就因为这个打我 我长这么大 我爸妈都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 我表情烦躁 你当然不会承认了 你们就算撩骚你 也会把聊天记录删掉呀 女友便无可便 气到嘴唇都白了 然后不管不顾 对着我四尺殴打 周则 你他妈有病是不是 我跟我师弟清清白白 要是我俩有奸情 我不得好死 呵呵 还发上毒誓了 我一把推开发颠的他 赶紧先穿件衣服吧 你穿这身像出去卖的 真丑 女友像被雷劈一样挣住了 他疯了 气疯了 我抱着被子 去了另一个卧室 女友在外头又是大哭又是大骂 似乎还摔了不少东西 后半夜不知道几点 门被重重一摔 女友走了 我翻了个身 继续睡我的觉 第二天一早 女友他妈的电话来了 他在电话里 小心翼翼地问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女儿哭着说 不跟我结婚了 我不耐烦地说 阿姨 没有哪个男人能忍受这种事 不说了 我现在脑子很乱 想约人静一静 不是的 你误会了 没等他说完 我就直接挂了电话 任凭那边再怎么打 我都没理会 女友被我如此冤枉 又重重打了一巴掌 现在绝对是委屈又愤怒 可他爸妈 现在怎么可能愿意我俩分手 分手了 就相当于放弃了儿子的车 五十万彩礼 还有白送的一套房 他女儿就算是长得再漂亮 想找个这么大方的冤重 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女友一家子 开始每天轮番做发消息 说来说去 无非就是 女友绝对不可能背叛我 他妈甚至堵咒发誓的说 如果女儿真的对不起我 那就让他们一家穷一辈子 这辈子赚不到钱 呵 所以说别随便乱发誓 免得最后被打脸 难堪不说 心里还添堵 女友离家出走了 先去学校跟他同学挤了两天 然后就出来住酒店了 乔明成付的钱 这下两个人 可算是有机会了 女友本来就被我气得要死 现在还没人管了 可不得让老毕灯 好好安慰安慰他 我找的人在酒店蹲了三天 终于等到了乔明成 乔明成穿得很低调 进了酒店大堂 以后他就直奔电梯 该说不说 这老灯虽然50多了 气质还真不赖 视频里走路生风 侧面看还有点像郑少秋 怪不得女友劈腿劈得那么缓 我立刻开车赶过去 路上我把酒店地址 和房间号发给一个人 哥们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半个小时后 一个倒三角体型的肌肉男 出现在酒店 他站在女友房间门口 要服务员来开门 酒店服务员肯定不给开啊 他就按我教的办法 说里面的是他女朋友 闹自杀呢 如果他们再不给开门 除了是酒店全责 服务员一听这话 哪还敢耽搁 赶紧乖乖给开了门 这下好了 女友跟乔明成正办事呢 突然哗啦啦进来一群人 两个人下活都快飞了 女友惊恐地大叫 立刻就往被子里躲 乔明成也慌了 你谁啊 进我们的房间干什么 肌肉男一手拿着手机录像 另一只手对着乔明成 就是几个大逼斗 我进来干什么 你个臭不要脸的 还好意思问我 你自己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不知道吗 乔明成一边手忙脚乱地找裤子 一边还要躲避肌肉男的巴掌攻击 像只丧家犬一样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嗯 我收回说他像郑少秋的话 别打了 哥们 别打了还不行 有话好好说 乔明成好不容易穿上裤衩 却被肌肉男一脚踹在了关键部位 谁他妈跟你是哥们 疼得他捂着裤裆 直挺挺倒在床上 床上的女友 尖叫声一浪高过一浪 先生 你先冷静一下 酒店工作人员试图劝架 肌肉男非但不听 嗓门更大 这老头勾引我老婆 你们说他该不该打 劝架的人一听 尴尬住了 哪个男的看到 给自己戴绿帽子的人能冷静呢 女友一听这话 激动又生气地否认 不是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不是他老婆 你们快点把他赶出去 肌肉男把手机镜头对准床上 我不是 难道他是 他是你老公还是你男朋友 你说啊 你怎么不说话了 乔明成脸色发白 刚刚站起来 又挨了一拳 老毕灯 你来说 这女的是你老婆吗 女友心疼的大喊 你再打人 我就报警了 乔明成下了一个机灵 不能报警 报警了 这事可就大了 极有可能最后得通知双方家属 那是乔明成打死也不愿意的 平时这老灯 不管走到哪里 人人都要尊敬地喊一声乔老师 风光无限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 对人又打用骂的屈辱 他压抑着怒意 小兄弟 不管你是谁 我给你钱 好吧 我给你钱 你能不能先别路了 肌肉男拿手机的时候 躲开乔明成 老头 老子不稀罕你的钱 想让我走 也不是不行 我要你对着手机说 你犯件 这里的是小三 你俩在偷情 乔明成迟疑了 不愿意 行了 拿到视频以后 我给了肌肉男一千块 这男的不是别人 正是乔明成情妇的那个暧昧对象 这家伙本来还喜滋滋地以为 自己找到了一个白富美女朋友呢 我把乔明成的存在告诉他以后 他气得要死 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俩算是同定相连 于是我跟他说好 一有机会 就让他抱走一顿 这老毕灯出气 而且还保证老毕灯不敢报警 女友跟老毕灯在酒店丢进了脸 两个人灰溜溜地各自回了家 算一算 我跟女友冷战快两个礼拜了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直接开车去了他家 女友知道我来 把自己锁在卧室里不出来 还叫嚣着让我滚 说我俩彻底掰了 好笑 他如果真的这么想 不可能这么久 还不把放在我家的东西拿走 不就是等着我来道歉 给他台阶下吗 他爸妈见了我小泽 小泽的叫 别提多亲切了 叔叔阿姨 我这次来是给威威道歉 然后接他回去的 他爸笑得嘴都合不拢 我就说嘛 你们好了这么久 有什么误会不能解开的 威威 快出来 威威 你不是一直想要LV的那个包吗 我给你买了 我买了个高仿A货 一掏出来女友他妈就感慨 呀 不便宜吧 我笑 还好 几万块 只要是威威想要的 就不贵 女友从卧室里出来了 我趁机上去放低姿态 宝宝 原谅我吧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那样了 女友瞪着我 那你还怀疑我跟别人吗 绝对不会了 我宝宝这么爱我 怎么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 这件事都是我不对 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女友半退半就的 终于表示愿意跟我回家了 回来好啊 不回来 我怎么找机会 给你跟老毕登致命一击呢 她爸妈热情地留我吃饭 问我准备什么时候领证 婚礼什么时候办 我说 我家找人探了几个日子 今年五月就可以 董威威毕业典礼结束 我们就去给威威看房子 然后领证 女友他哥提醒我 别忘了借他钱 我说 放心吧 月底一定 月底一定让惊喜变成惊吓 半个月后 是女友学校的毕业作品展 女友一大早就起来化妆 整招两个小时后 她打扮得精致漂亮 穿着赤子买的小黑裙 一起风发了坐上我的车出发了 看来 那次的酒店桌间风波 给她带来的影响 已经彻底过去了 我把女友送到学校门口 碰到了她的几个师妹 哇 师姐今天好亮哦 师姐 这是你男朋友吗 你们看起来好般配 威威师姐 听说你很快就要结婚了 真羡慕你啊 是乔老师的得意门生 又有这么帅气多金的未婚夫 人生赢家 女友抿嘴笑 白手道 没有啦 你们别取笑我了 我目送女友进了学校 掏出手机 给乔明成老婆发短信 师母 我不想忍了 希望你能尽快跟乔老师离婚 对面立刻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挂掉 我马上就毕业了 我不想再跟乔老师偷偷摸摸 我们之间是真爱 凭什么见不得光 你不就照着有个好爹吗 这么多年 连个儿子都没给乔老师生出来 乔老师一直有遗憾你知道吗 我年轻又好看 我可以给乔老师生儿子 他给我发短信 你到底是谁 今天有毕业展 想知道我是哪个 你自己过来看看不就知道咯 发完短信后 我又给女友他妈打个电话 为阿姨 对 就在微微他们学校 我要跟他当众求婚的是 你们没提前说漏嘴吧 那就好 你们快来吧 女友他们学校美术馆场地很大 即将毕业的延三学生 都站在自己的作品前盲目着 我很快就定位了女友所在 他那个展位前 已经围了一些人 我掏出手机 给乔明诚老婆发短信 黄脸婆 来了吗 永恒之约 就是我跟乔老师一起构思的作品 象征着我们之间的爱情哦 我戴好帽子跟口罩 躲在角落看了一会儿 终于等到了乔明诚的出现 乔明诚正带着七八个领导模样的人 边走边介绍 他走到女友身边的时候停下来 这个就是我学生的作品 他呢 也是我们学校今年的优秀毕业生 有人搭枪 原来是乔大师的高徒 那肯定错不了 女友停停玉立 面带微笑 眼神中闪过几分自得 乔明诚吩咐他 徐薇薇 给大家说说你的话 女友点点头 落落大方开始讲解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可是到底有没有永恒的爱呢 我认为是有的 所以我把我这副作品 并名为永恒之约 这是我手机响了 是女友他妈打的 来的正式时候 我接通电话往门口走 阿姨 我也刚到 就在一号门呢 你们快点来 女友爸妈 还有他哥他嫂子 都来了 我带着他们 站在稍微远一点的位置 这会儿不合适 有领导呢 等领导走了我就上去 女友他爸很高兴 今天这日子好啊 等你求婚结束了 然后咱们就找个饭店庆祝下 女友他哥搂着我肩膀 妹夫 要不先跟我去试加小米杯 我选了橄榄绿 这颜色不错吧 你可真会选 应景 我笑笑 没有接话 就在这时 女友那里忽然一阵骚动 只见女友身后的白色墙壁上 赫然出现了一大片投影 而投影的画面 是一对正在床上不可描述的男女 突然受惊 转头看向镜头 正是女友和乔明成 被捉肩在床的那一幕 紧接着 就是女的尖叫着 往被子里躲 男的慌里慌张找裤子 身旁女友他嫂子喃喃道 这女的 怎么那么像薇薇啊 女友他割下了个机灵 先是紧张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大骂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那怎么可能是薇薇 女友爸妈已经呆了 再看不远处那些人 也全都愣住了 本来有些嘈杂的现场 变得死一般寂静 乔明成眼睛瞪得比牛还大 女友在台上 看到视频的第一眼 脸色就变了 越到后面 他越紧张 都快哭了 呵 羞耻吗 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开房的时候 怎么不觉得羞耻呢 我握紧口袋里的遥控器 把声音调得更大一些 你谁啊 进我们的房间干什么 你个臭不要脸的 还好意思问我 你自己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不知道吗 老毕灯 这里的是你老头吗 她是 小三 我们 在 偷情 我做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叔叔 那是微微吗 女友他爸一张脸铁青 说不出话 他妈咽了下口水 连声音都有些发抖 不是 肯定不是 我女儿 我肯定不会认错的 周泽 你可千万别多想啊 现场一片哗然 吃到大瓜的士生们 震惊又激动 甚至还有不少人 拿起手机对着头领开始录像 最关键的是 两个当事人就在现场 我的妈呀 这世界太颠了 导师跟学生 咱学校竟然会出这种事 可乔老师那么正派的一个人 怎么会 这女的那么漂亮 图啥呀 用身体换毕业呗 乔明成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强装镇定 特别肯定的说 这视频是伪造的 肯定是AI换脸 有人故意针对抹黑我跟学生 老毕灯 死到临头还搁着装呢 找到了 一个男生在对面的大柱上 发现了用胶带固定着的微型投影仪 乔明成三步并坐两步 走过去一把扯掉 女友脸色苍白如指 身子晃了晃 差点倒在地上 他身边的人 及时扶住了他女友哭了 他本来就长得好看 哭起来更是楚楚动人 立刻就有几个人帮他说话 我相信师姐 让我知道 是谁干这种事 污蔑师姐和乔老师 我弄死他 造黄摇的都该死 人家师姐是有男朋友的 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 谁呀 真是桑尽天良 女友额头浸出了一层汗 呼吸急促起来 扶着他的女生关切道 师姐 你怎么样 要不要去医务室 女友虚弱地点头 一个老师赶紧出来维持秩序 好了好了 都散开 这件事涉及学校老师 和学生的情欲 私下都不要乱传 一年给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 学生们只能散开 乔明成一脸歉意 对着几位领导解释着什么 我跟女友一家子 站在人群外围 他爸妈不安地看向我 周泽 我面无表情 叔叔阿姨 今天求婚我看还是算了 他妈一把抓住我胳膊 周泽 你别这样 走 我带你去找薇薇说清楚 说清楚就行了呀 还没等他拉着我过去 一个身材彪悍的卷发大婶 从我们身边快速经过 走到女友面前以后 二话不说 重重给了他一巴掌 女友穿着高跟鞋 骤然间失去了平衡 摔倒在地 他手里尚未关闭的麦克风 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本来都要离开的众人 都被这动静吓了一跳 纷纷回头 乔明成看到来人 表情是肉眼可见的恐慌 我心里大叫一声好 来得正是时候 不过 这女的是乔明成老婆吗 两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搭呀 卷发大婶丝毫不顾及形象 抬脚跨坐在女友身上 死死压制住他 然后左右开弓 边打边骂 臭鸟们 贱货 真以为没人敢收拾你什么事 女友猝不及防 结结实实挨了五六个巴掌 惨叫连连 女友爸妈见此情形 赶紧冲上去把人拉开 暴怒的卷发大婶还要动手 被女友他哥一把托住 你他妈谁呀 再动手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卷发大婶大骂 这件货当小三不该打吗 你们还要维护他 还研究生呢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 一点廉耻都不要 女友他妈护着女友 跟大婶对骂 你放屁 我女儿清清白白 什么小三 你在污蔑 怕我撕烂你的嘴 卷发大婶突然对着乔明成喊 姐夫 这么多年 我姐哪里对不起你了 啊 你就这么遭见他 姐夫 闹半天 原来这是乔明成小姨子 就在这时 一个高高瘦瘦 这是学校 有事咱回家再说 原来这位才是老毕登原配 他老婆看上去 比他小姨子冷静多了 家 乔明成 你有把我们的家 当作个家吗 我给过你机会的 但你始终是狗改不了吃屎 你知道 你最不能让我原谅的是什么吗 你根本就不配 做两个女儿的爸爸 乔明成瞳孔一震 他老婆又转头看向女友 女友此刻躲在他妈后面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头发凌乱 脸肿得跟个猪头一样 装花了 衣服也撕烂了 那还有刚刚一丝一毫 女神的气质 他不敢面对正式的审视 使劲往他妈身后藏 的确是年轻漂亮哈 就让他给你生儿子呗 乔明成这下彻底慌了 他拉住老婆的手 语气中带上了哀求 老婆 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 这根本就是 有人故意陷害我 求求你了 咱们回家再说好不好 你跟我之间 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老婆一把甩开他的手 对卷发大神道 我们走 卷发大神走之前 对着女友又催了一口 见婊子 我祝你这辈子嫁不出去 生不出孩子 女友他妈气得浑身哆嗦 可人家已经走了 乔明成意识到问题大了 当即不管不顾追了出去 女友他哥 对着吃瓜群众呵斥 开什么拍 都别拍了 女友他爸阴沉着脸 我们也走 走 想得美 老子还没出场呢 我走到女友面前 女友这才发现 我竟然也在现场 他忐忑不安的看着我 徐薇薇 打我当傻子是不是 女友摇头 男男道 不 没有 不是 我举起某宝上 九块九包油 买来的大钻戒 遇上你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我他妈还差点跟你结婚 一个瓜还没消化 又一个大瓜出现 围观人群激动坏了 人越来越多 女友他妈小声求我 周泽 你别这样 你要相信微微啊 我深吸一口气 一字一句道 咱们两个 吹了 说吧 我也转身决绝地离开 任凭女友一家子怎么叫 都没有回头 我开上车火速回家 把早就整理好的所有证据 聊天记录 桌间视频 还有乔明诚跟情妇 跟女友的各种照片 一鸣发在了A大校园论坛上 我要让乔明诚这老逼灯 没有一丝一毫翻身的可能 我回家后没多久 女友一家子竟然跟来了 女友哭得几乎要晕死过去 他爸妈还在试图给我洗脑 他爸甚至责备我 别人不相信微微 你作为他男朋友 竟然也不相信他 你还算什么男人 卧槽 到现在还想扑我老子 我不客气地 把人从我家里赶出去 一家子在我楼到鬼叫了半天 最后终于没办法走了 网络时代 任何负面事件 都能迅速发酵起来 A大的教授乔某 出轨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徐某 疑似存在学色交易 在网上报了 婚外情 师生不伦 酒店桌间 小三被当众暴打 任何一个都足以上热搜 有我那些铁证 这对狗男女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狡辩洗白 就直接被捶死了 网友们把两个人骂得 那叫一个男婷 什么业内大师 什么美女学霸 都是狗屎 事情闹得很大 A大暂停了乔明城的所有工作 前女友一家子 也消停了几天 但我低估了 她们不要脸的程度 某天大清早 前女友爸妈带着她 又找上门 我没让他们进门 她爸妈居然还想着替她求情 你跟薇薇谈了那么久 你们两个人是有感情的 千万不能冲动啊 小泽 你冷静下 你再想想好吗 这几天 我跟她爸已经狠狠教训过她了 你要实在不解气 她任凭你打骂 只要你出气了就行 但是你们不能就这么分开啊 我全程冷漠脸 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和一个劈腿老男人的女人结婚 我这里也不是垃圾站 什么垃圾货色都回收 我话说得很难听 前女友爸妈当即黑了脸 偏偏自己理亏 不敢对我发作 前女友无地自容 又大哭了起来 我把打包好的 她的东西扔出门外 正好你们来了 拿走吧 省得我找快递 老两口看我态度坚决 知道再也没希望了 在我家门口突然就开始痛骂前女友 你个不知羞的玩意 好好的对象都折腾没了 家里这些年为了你念书 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 你自己丢人不说 还连带着我跟你把你哥一起丢人 现在你哥的车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前女友崩溃了 什么为我花钱 你们的钱不都拿去给我哥买房子 娶媳妇了吗 那我去死刑了吧 我死了你们满意了吧 你个没脸的东西 你还顶撞起我们来了 我听着门外的吵闹 笑出了声 乔冰城那边 学校给他停止了一周后 他自己主动辞职了 丑事暴露 是个人也没脸继续待下去了 而他老婆那边 本就对乔冰城心灰意冷 结果又得知 乔冰城竟然在外头还包养了一个女人 在那女人身上花了不少钱 气得不但要求他净身出户 还要他追回这些年花出去的夫妻共同财产 两口子打起了离婚官司 没过多久 我又听到一件事 让我乐了好久 我跟前女友婚事告吹 我当初承诺给他家的所有好处都没了 前女友他咯咽不下这口气 居然找了几个混混 把乔冰城给暴打了一顿 老毕登鼻梁骨折 全身软组织挫伤 肋骨也断了一根 老毕登肯定要追责 前女友一家还得负责她的医药费 好好好 狗咬狗 真精彩啊 至此 前女友一家跟我再无挂格 很久以后 有个陌生号深夜来夹我 我通过以后 那边悠悠道 有没有想起过一位美丽善良 温柔之性的老朋友 我不假思索回复 这老朋友肚子里 是不是还来过小天使 那边久久没有说话 再去看 对方把我删了